最近新汉灿烂的骑马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 这件事情没有赢家都是输家 上次小编无意重伤了张卢斯 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道歉 其实张卢斯骑马事件 大家都被那段网上流传甚广的视频给迷惑了 大家只听到卢斯片长那清晰的骂人声 但却忘了追查根源是不是恶意剪辑的结果 而且在这个事件中 谭金蕾蕾在第二天催促杀青并离开 但大家都不傻 只要是了解过新汉灿烂花絮的网友都知道 在拍摄时间上根本就对不上 首先张卢斯屋内的骑马路透 拍摄时间是在2021年10月24日 而新汉灿烂的杀青时间 却是在2021年12月17日 这周间还相隔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时间上根本对不上 况且这个视频其实去年就上过一次热搜 当时第一个造谣的早已经手写道歉信道歉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都欠赵卢斯一个道歉 卢斯对不起 而且最近蕾蕾和赵金迈的新举拍摄 在芬兰开金如今转战德国 蕾蕾也是在百忙之中表示不信谣不传谣 为卢斯澄清之相 况且近期物类和赵卢斯还共同发表了自己的自拍照 他们都穿着红颜色的袜子 很像甜蜜的情侣 还有他们构图缓进到极为相似的拍摄照片 即使远隔千里也挡不住他们的互相守望 但可能会有粉丝说这全是巧合 但大家有见过那一对娱乐圈的明星 有他们那么多的巧合 上一对这么甜蜜的明星已经结婚了 所以他俩的关系这么像网上造谣的那么恶劣 反而小编还觉得他们非常有机会在一起 毕竟吴蕾今年24岁比赵卢斯小一岁 在年龄段上也有自己的共同语言 况且蕾蕾是统兴出身 而且是真正的科班出身 卢斯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在演技方面也是十分的灵动 所以两人还是非常适配的 另外在之前的骑马事件中 小编认为吴蕾的处理已经够好了 吴蕾每次对媒体说 此事的时候都没有说任何不利于对方的话 不过蕾蕾还是输了 好多粉丝就说 为啥他不站出来澄清一下 这个时候他出不出来都已经一样了 如果事情是真的 他出来怎么说 昧着自己的良心说 还是说实话 说哪一个都不对 如果此事是假的 他出来说也会被骂 骂他只管自己 为啥不早点出来澄清 这样他会被全文软暴力 他只会陷入舆论的压力之下 但是小编想说的是 吴蕾处理的是正确的 一开始我就什么不说 这样舆论是最有时效的 你不提没有人会扒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上 蕾蕾的处理尽显高情商 其实吴蕾情商之高 也是大家公认的 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看一下真实的蕾蕾 一你不应该说难演 吴蕾小的时候 曾被问到 拍了这么多电视剧 你觉得最难演的是什么 小吴蕾打道 其实我觉得 作为一个称职的演员 只要是导演 剧组给我安排的信 你就不应该说难演 谁都不得罪 二我们真的相差九岁 吴蕾化解 谭松玉现成的尴尬 影片在网上可是疯传 在炫富少女记者会上 有记者刁难问 你们相差九岁 你怎么看 他就很友好的说 谭松玉十五 我六岁 这个回答我给满分 这样记住了事实 以用笑话掩盖了 谭松玉的尴尬 三少女在这里啊 吴蕾和杨阳等重男演员 少快大本营宣传 旋风少女 主持人李维嘉 开玩笑的说 少女都没来 吴蕾立马指着谢娜说 少女在这里啊 嘴甜还被谢娜邀请加入 快乐大本营团队 这样的吴蕾谁不爱的 四男生不可以主动挂电话 吴蕾体贴且照顾女性 在节目上可以看出 吴蕾的固定综艺 72层起楼 在未播出的花絮中 有一个缓解NPC 跟老婆打完电话 准备挂掉时 吴蕾说 男生不可以主动挂电话 意思就是要等女生挂了 才能挂 从细节上就要照顾 且体贴女性 五 她都是年纪小 出演这日秀节目 《亲爱的客栈》第三季 陈祥和吴蕾最先到达 拍摄场地 他们负责经营后面来宾 闲聊之时 猜测嘉宾应该是女生 陈祥不经意询问 你觉得年纪大还是年纪小 吴蕾搬出教科书等级回答 他不管来多大年纪 他都是年纪小 嘴真甜 六 抱起来不显重 吴蕾真正从男孩 转变成男人的代表作 非常歌行莫属 吴蕾和迪力热巴 组成歌损CP 迪力热巴接受采访时说 他是第一个把我抱起来 也没有说任何话的一个男演员 热巴会这样说 是因为之前在拍摄陆宗 奔跑的兄弟时 有被说中 我们就是说 热巴的身材哪里重了 七 保护对手女演员 只要有看过 幕后花絮的妞妞们 一定会发现 坎坎的时 吴蕾第一时间 就是护住对手女演员 像是产歌星 迪力热巴曾说过 他翻下来的动作 一直都在保护我 结束马上问 有没有事没事吧 更不用说这次心悍灿烂 都把证木森保护得好好的呢 八 你嫌小 我嫌老 迪力热巴和吴蕾相差七岁 这段直接暴击 暴米花小姐的心 迪力热巴和吴蕾相差七岁 热巴接受访问时 记得在我们订装的时候 我有跟他说过对不住你 耀眼你 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 这种桥段 真的是 吴蕾说 没事 你嫌小 我嫌老 迪力热巴对峙的回答直呼 他不像弟弟 反而像哥哥一样 在照顾我 就低麦克风给对方 剩下乌兰 吴蕾和张子峰一起接受采访 剩下乌兰时期 吴蕾和张子峰一起接受采访时 张子峰的麦克风没有电 吴蕾发现后 立刻把自己的麦克风递给他 而之后 张子峰也是突然被主持Q轻唱 吴蕾解围 你知道剩下光年那首歌要有和声 和声现场来不了就会掉线 所以说不要为难他了 时敬业态度满分 拍摄电影 我和我的父辈时 可以说是多灾多难 一场吴蕾要骑马边射击 结果到剧枪却意外炸他 让吴蕾的脸被波及 但他没有第一时间去医院接受治疗 请现场接受紧急处理 坚决要先拍完 不耽误剧组进度 后来9月后发现伤 眼球肾血 差点毁容 敬业态度我给满分 十一 我不会只挑一个 吴蕾宠女友霸气爆棚 节目环节提到 喜欢的女生 要挑一个包包送给他 你会选哪一个 吴蕾 如果我有喜欢的女生 我不会只挑一个 跟灵大将军一样霸击爆棚 马上想到 心悍灿烂 月生残骸 帮承烧商 把整个屋子都搬走的巨星 十二 我只是具备了一个 成年男子正常的力量 吴蕾在最新采访中 其中提到有个热搜是 吴蕾单手抱赵洛斯 节目询问 是否他健身成果的体现 吴蕾 我只是具备了一个 成年男人正常的力量 然后他很轻 所以单手抱他很轻松 言下之意就是 不用特别健身 赵洛斯也不胖 十三 抱粉丝提行李箱 吴蕾是绅士风度 完全克金骨子里 除了上述这些之外 基本上呢 像是参加颁奖典礼 或戏剧发布会等 吴蕾都会主动 抱女伴拉裙子 伸出离手臂当支撑 其中还有一段 吴蕾帮粉丝提行李箱 在网上流传 可以说是绅士风度 完全克金骨子里了 然后结合 最近洛斯的骑马事件 蕾蕾真的做得很好了 根本是那些倒游者 所以请黑子们 放过露丝和蕾蕾 那么大家觉得呢